一来县州府 今年在郊西龙潭湖 举办了七夕情人节活动 获得各界好评 单单是五天的时间 就吸引了12万人次的造访 所以为了鼓励民众 晚上可以到此一游 部分的公共艺术灯光的造景 将会保留到年底 欢迎民众要把握时间来欣赏 根据县府统计 在龙潭湖举办的七夕情人节 活动五天内 总计有超过12万人次的造访 这归功于设计团队 用心营造训丽又浪漫的夜景氛围 所以县府决定将部分灯光艺术继续保留 像是哥马兰公主的美人鱼 会留存到9月20号 其余则是到年底 人次来讲五天 两天下大雨 那天就比较少 那其他的来讲 人次第一天五万 最后一天六万 所以大概五天加起来有12万多 以往来讲 情人节大概有一层左右 就是五层到一层 他是外地客 那如果从外地客来讲 来这边大概就住宿 那产生的经济效益 一个人就大概4911块 按照观光局的效益统计 我们主要是配合今年的 南洋月月月美丽的活动 所以情人节 虽然只有到8月25到29 可是我们灯饰全部 大概都是留下来 那只有那个城堡的部分 我们配合郊西乡公所有更好的活动 就是热气酒活动 所以那个我们在9月7号 我们就会把它拆除完毕 那至于 可马兰公主美人鱼的部分 我们会留到9月20 那其余其他的灯饰 比如说爱之船啊 海豚啊 战道的那些 我们都会把它留到今年年底为止 县母公旅处表示 这次情人节的布置经费 大概500多万 为了让资源善加利用 同时推动业经济 才会决定部分设施继续使用 但遇到豪大雨或台风 会暂时关闭 以维护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张力霖 采访报导 自制止 家里的首领 安 痴 课 乳 随 晓